现存的一手新楼有转卖为租的倾向 如果买到楼 发展商一定不会租 收得当然是有原因 最近转租的楼款爆裂了 红磡的必加坊 何文田的Prince Residence 前者是现市市场多辣卖 后者卖不合价 所以迫着转卖为租顶一顶 让市道好一点再拿出来卖 过去两年是新款乐性的高风期 现楼的项目一个接一个 本来打算现楼当时买贵一些现市壮阵的大跌市 发展商也挺为难 尽管香港设立后新盘一手的成交量 激增到4000多钟 但是过了两个月后 后径不计 我们可以看看一手成交 6月当时新盘的成交量放缓了很多 一来很多便宜价的盘比市场消费得七七八八 二来发展商减价的意欲真的不是很高 都促使发展商将部分的楼盘转卖为粗 现阶段的息口仍然高企 买家入市的态度比较深深 观望的情绪比较多 导致很多新盘就算开盘卖 都未必买得清 现时香港货美的存量大概是2.3万伙 这个数字足够香港卖两年 如果将其中一部分新盘转卖为租的话 会减低付存的压力 总好过放在这里为蚊 反而通过出租 发展商可以等待一个更好的销售时期 而且香港的整体租金比上年升了大约一成多 竟然销售市场不好 不如做好租务市场 而且有一定租务收入 可以帮补一下 就好像跑马地的Giesta 之前整栋都是收租物业 发展商再拆手出来 用自己的团队做一个简单的翻身 有机会被现时买得总贵 当然有些发展商不介意买货的 他宁愿躺在这里 都不愿意出租 这个就视乎发展商各自的策略 今天的时间就到这里 我是路易小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